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关的配置 配置好以后 把一些相关的概念理解以后 那你就可以操作spark circle呢 那首先 这里边有一个验链接啊 这个是说的是就官网的一个对spark circle的一个描述 以及简单的介绍 这个已经打开了 那这个介绍呢 我就不带你们看了 你们就自己可以翻看 而且有这些详细 比较详细的一些就是这概念性的介绍 以及一些基本的一些操作啊 都有 呃 接下来咱们是什么呢 那首先就理解一下概念吧啊 在spark circle里边啊 他有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date frames date frames 就相当于咱们在学spark的时候 要首先了解一个是不是rdd啊rdd啊 那这个是一个date frames 其实呢 它这个date frames 它就是一个在rdd基础之上创建的date frame这么一个 分布式数据集 咱们还记得这个rdd的这个概念吗 是抽象的 也有弹性的一个分布式的数据集 是吧 那这个date frame呢 它是以这个rdd为基础 在这个rdd之上又创建这么一个date frame 就相当于把这个rdd包装了一下是吧 包装成这个date frames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对象吧 啊date frames 那类似于传统的 数据库的一种二维表格 那其实这个date frames 它其实就是你内部包括的 包含的rdd 但是在呈现给人们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 二维表格的一种映射呀 映射成一种二维表格了 那既然是它是映射成一种二维表格了 那它肯定内部要包含一个什么呢 Scammer 信息 也就是啊 与投 呃 就这个数据投信息吧 呃 有这个投信息了 那整个呢 那比如说从这看啊 对呃 对成语 对于啊 对对date frame 背后的数据源 以及作用于date frame 之下的变换 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 嗯 这个优化 嗯 这个优化 其实呃 优化的内容 我们不去关心的 那主要是说的什么呢 你可以把这个spark circle啊 理解成就hive啊 那hive不就是 类似于这种的 呃 它内部就是主要是用到了map reduce 呃 映射成一种二维表 然后你 我们直接可以操作hive就可以了 它这个也是一样的 虽然它实现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这个呃 这种就是实现的这个过程的这个思想差不多的啊 那有了这个概念啊 date frame 这个概念以后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这个spark circle的core spark circle core啊 spark circle的核心 它是一把一有的rdd 带上那个scammer 表头信息是吧 然后注册成一个类似circle里边的一个表格 对这个进行circle进行查询 呃 那这里边就主要是有两个部分啊 有两部分 一种是你要生成一个scammer这个信息 scammer表头信息 另外这种你得执行查询吧 就像hive一样嘛 咱们学个hive一样 如果理解起这个spark circle来 我发现会更简单一下啊 表信息有了 表头信息有了 接下来进行查询 那这样就 这是主要两 两个部分啊 那 呃 就是就像这个rdd的各种变换 变换一样啊 那这个 在这个spark circle里边构造rdd第一季 它也会构造个rdd第一季 不要忘了啊 在spark circle里边 它最终运行的整个过程 它还是它自动会 根据你写的这个circle语句 它会生成一些相应的rdd吧 rdd 它那当然会内部会构建一个什么呢 rdd dag 有像无环图嘛 也就是指的 有像无环图指什么呢 是不是一系列的rdd啊 构建这么rdd 那当然呢 在这个dataframe的这各种变换 同样也是lazy的 那你想一想咱们在 呃 呃 调用一些rdd的时候 那trassrd有两种类型嘛 一种transformation的 另外一种是action类型的吧 那这两种类型 transformation类型 它是不是具有lazy的特性啊 只要在执行到了action类型的算子之后呢 它这个transformation类型的这个算子才才会 去真正的去执行 之前一直是记录它的一些运算逻辑啊 那这个也一样啊 也是一样的 那sparkcircle呢 也是一样的啊 那在 组装rdd dag的过程中呢 它是不会去真的去计算结果的 呃 只有在最后啊 提交任务的时候 它才会把整个逻辑啊 转换成整个的rdd 然后再去做最后的计算啊 做任务的提交以及计算 那 呃 说到这儿呢啊 就是说到一个 有一个唯一疑问 就是 呃 说是那个 在以后的开发过程中 我到底是用原生的这种rdd来进行开发呢 还是直接用sparkcircle去进行开发呢 到底是哪一种方便哪一种更好呢 这个没有没有那种更好与不好的这个说法啊 如果你要是对这个sparkrdd非常熟悉 以及对它的整个的优化过程也比较了解的情况下 你可以直接用sparkrdd来进行开发 那如果你要是对sparkrdd不太 呃 有所了解 但是不太精通 而且对这个优化方面知道的也比较少的情况下呢 建议你还是用老老实实的去用sparkcircle 呃 用sparkcircle 你不要觉得哎 用sparkcircle它是不是还要中间还得转换一下 是不是影响性能 呃 不要忘了它在转换的过程中 转换它内部呃 自己会有什么呢 有一个查询优化器啊 有一个查询优化器 它把你的这些circle语句呢 它会用这个查询优化器去 去自己去做一个很有针对性这么一个优化方案啊 也就是说它这个sparkcircle呢 它会把你的circle语句呃 生成一些就是优化后的这些就是 比较合适的一些rdd 那写的自己生成这些rdd呢 呢 相比较你不太熟悉 你要自己写这些rdd的肯定是他呃 自己生成这些rdd要 之前的效率要高一些啊 呃 所以说总结一下就是你如果要是对sparkcircle 呃 sparkrdd懂得嗯 比较精通 你可以这样实现 如果不太精通了 你可以用 就直接用sparkcircle了啊 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咱们就开始看一下 怎么呃 去创建一下这个dateframe 注意啊 这个dateframe 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象啊 好吗 好吗 好我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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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